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爸 您之前说要回重庆 怎么又不走了 您没有看报纸吗 您留下来 不会是就为了看报纸吧 是 紫洁想见见你 您叫他什么 紫洁 或许在你的心里 我不是一个好夫妻 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都糊涂了 我听不懂 现在 你看到的一切 未必都是真实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以后 就会懂的 好 我等着 是非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 是怕扰乱你的视线 左右你的判断 在胡威明 动身前往你那儿的时候 我们的技术部门 坚定到了一个沉寂多年的 共挡秘电 被重新启用 根据我们以前掌握的资料看 它是属于八一 专有的密码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意识到八一 其实一直就活跃在我们身边 那您看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是非啊 既然我把这个案子 全权交给你 一切 都由你来做主 我只是提醒你 胡威明在局里工作多年 大家彼此知根知底 这高手过招 这手里 没有攥着王牌 没有义气之声地把握下 轻衣不要出手 我明白 您放心吧 我一定想你一切办法 找到胡威明的证据 孙助理 你这是要干什么 刘专严有令 提审洪子杰 不知道 这里是胡长官说的算吗 胡长官 恐怕胡长官 现在也做不了主办 带走啊 是 胡长官 刘侍妃 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洪子杰带到了审讯室 什么意思 胡长官 实在对不起您 局座 对秘密典文泄露一事 让我们限期侦破 可是现在 齐连城已经排除了嫌疑 可是我们还是找不到头绪 所以只能从洪子杰下手呢 是这样啊 那好吧 我亲自审 胡长官 实在对不起您 刚才 我已经请示了局座 局座的意思是 不用审洪子杰 不审 就用您的办法 严刑逼供 继续折磨他 叔 谁是你的同党 谁是霸易 谁帮你传递的情报 给我继续打 报告 进来 师长 您找我 上次你跟我说 让师部警卫营 接管洪子杰的警戒 我考虑了一下 很有必要 你准备接手吧 可是上次您不是说过 刘世飞她不同意吗 上次刘世飞不同意 是因为刘世飞 打算把洪子杰带回重庆 可现在局面变了 不但她回不了重庆 而且在这儿动静是越闹越大 再这么下去 我担心局面会失控 市长 我看您是多虑了 这是咱们的底盘 有您作证 刘世飞她不敢胡来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 跟日本人干一场 哪有心思顾那头啊 得有个自己人看着 否则我这心里不脱底 可是 我恐怕不合适吧 全市上下都知道 我跟洪子杰的关系 你就不担心我 你不能 有这身军装穿着 是 那我就准备接手 进卫营的工作 记住 我的要求很简单 无论最终 洪子杰如何定论 我都要让她平平安安地 离开余儿市 可如果不能呢 我说你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没有如果知道吗 我懂了 我懂了 你真的申请离开医院了 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 怎么了 还不舍得我出院了 你看你 我这不得出去打鬼子吗 这天天把我困在病房里 算怎么回事 再说了 我就是出院了 我又不是离开余儿市 这想见我啊 天天都能见 真的 真的 是吧 是吧 住手 住手 留人呗 留人呗 你看着 这就是你自己的生死兄弟 你就这么 就这么看着他眼睁睁地 为了你受罪吗 什么都别说 你去看他死吗 我愿意 你把他放了 就你休想从我嘴里 得到你想要的 好了 那你先说 你先把人放了 以后 还跟我们谈条件 给我往死里打 倒 露儿 来 再去看他 露儿 不少说的话 别说 拿下去 扛他住 走 你怎么也不坚定了呢 专员 不是七连城不坚定 是您这件事 做得太过分了 做得太过分了 洪子杰事工人当 您抓的 审的 谁也说不出个步子 可是上官宇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您这是为什么呀 怎么就没有关系 这个上官宇跟洪子杰的关系 我想你也知道吧 他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事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把上官宇抓起来的话 我不审审他 我怎么能够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专员 那我跟洪子杰的关系也不一般呢 您不会是想把我也抓起来吧 七连城 你 你这不是在我这儿有点胡搅蛮缠吗 我把洪子杰抓起来 这上官宇第一个就蹦出来了 他还组织 还组织二十多个人在我这儿示威 这什么意思 他就算是不是共产党 那最起码也是个亲共分子吧 按照专员的意思 那那次示威游行的有二十几个人 您都抓起来 还有您来于二十调查洪子杰的身份 全市上下一万多名官兵 都表示不满 您不会把他们都抓起来吧 那你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专员 抓上官宇 确实是无凭无据 这对您日后审讯洪子杰 也会带来诸多不理 不如把他放了吧 那如果 要是调查出来 他真是个共产党呢 还是那句话 到时候 我会亲手把他抓起来 陈队队长 如果你想到什么的话 随时都可以开口 有事啊 让您的人 别再打红楼戒了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有 我 你说的 他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对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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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 那个八一就是胡卫明了 如果洪子杰什么都不说的话 那咱们就直办主题 胡卫明 可毕竟胡卫明还是咱们的长官呢 有没有直接的证据 这么去抓他不太好吧 我们不抓他 那抓谁啊 他的女人胡卫明 孙家干 找我什么事 胡卫章 跟我们走一趟吧 跟你们走 去哪儿啊 孙家干 你们要干什么 胡卫章 趁您也在呢 事情是这样的 洪子杰的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怀疑胡医生才是洪子杰真正的同党 我们要带他回去审问 审问 刘世妃 没看出来啊 胡卫章 你的翅膀真是越长越硬 说 为什么抓我的女儿 胡长官 您看您说的 您是我的长官 我就是再怎么不懂事 我也不敢跟您面前造词 造词 那你说 说 到底为什么把我的女儿抓起来了 孙家干 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 是把胡瑞瑞小姐请到这儿了 你们是不是又没有分寸 不守规矩了 专业啊 那可能是我 你数不周的 离数不周 那说说 到底是为什么 不是 胡长官 您别生气 您坐点 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您看一下 如果 要是没有这份电门的话 我怎么敢隔着灶台上抗 现在这件事情 牵扯了您的女儿胡瑞瑞 上方也是为了让您辟邪 所以 让我全权 来审这个案 明白了 只是 查到我头上 您真的想错了吗 对于胡瑞瑞这个事情 上方专门给我交代了 说是 让您亲自去审问您的女儿胡瑞瑞 这父亲审问女儿 这个就是给您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呢 我真是低估了您暗度陈仓的能力 好 其实这也是上风给您一个明修战道的机会 至于您怎么做还请您定 那好吧 把材料给我拿过来 爸 您怎么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 瑞瑞啊 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 爸爸所从事的工作性质 你是最了解的 现在咱们父女俩 做成了这个局 你应该知道 发生了什么 因为洪子杰吧 你们俩 谈过恋爱 不过我了解 洪子杰 在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秘密地加入了共党 他不会 违背你的意志 强行给你灌输什么赤华的思想吧 那个时候 都是花钱月下的 说的话 也都是儿女情长的悄悄话 哪有空 说什么赤华思想之类的话呀 是 这样的谈话 不留痕迹的暗示 照这么审下去的话 最后所有的回答 都能做得天衣无妨 帅 胡长官这是有意包庇 胡瑞瑞 我们要不要提醒他一下 不 不用 这可能 也正是我们想要的 爸 您到底想问什么 你先看看这个吧 我 你 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觉得是有人故意让您这么做的 他们想让我拴住您 爸 爸 我从小做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我也不想演下去了 我知道是藏不住的 我实话告诉您 是我透了那份电文 最后又把它送了出去 蕊蕊 你胡说什么 我就是洪子杰的佟大夫 爸 爸 来人呢 来人 来人呢 你去出发 梁叔 快把我妈送一边过 求得你来 来人 来人 杰大 待会儿到另外一个地方休息吧 是 是 依了之外 但不过也在清理之中 这个胡瑞瑞主动招供 她说她就是跟胡子杰是同党 还自元气说帮助洪子杰盗取了情报 又如何将这些情报提供给了共匪的邮寄队 不过 不过 依卑纸来看 她所说的这些都是漏洞百出 很难自元气说 却愿入身为官毕 依赎复刑罪 这无非是提英旧夫的老套剧情而已 是是 还是您看得透彻呀 她呀就是一个乳羞未干的黄毛丫头 这么着急着就要粉末登场 可是她还是太年轻了 她根本押不住这种大戏 您说呢 你下部有什么打算 我想将计就计 用虎为蕊比虎为名 露出破绽 这是其一 其二更重要 您说的其二 我斗胆地猜测一下 您的意思 是不是想利用洪子杰这张牌 把咱们以前的损失给它弥补回来 是非呀 我也妄言一句 将来能接我这个位子的 非你莫属啊 谢谢您夸奖 说实话 我这一路走来 多亏了您提携我 在下还得给我努力啊 党国的栽培 是非 放手去干吧 好 您放心好了 报告 进来 啊 您也会在那里 您去途下 您车路上 我都要知道 比如说 那个 我都要去投充一下 我们做医院 但是老私 我们老鼻子也要知道 找留医院 你们去老医院 我来 装上窃听和录音的设备 我倒想听听 这人之将死 能说什么善也善也 好的 卓妍 胡长官醒了 去看看 我爸爸 来完了 还是把你连累了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生死已经不重要了 还记得当年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记得 怎么会忘呢 民国二十五月 七月初七那天 同人数据 是 原始他妈的狗屁爱情 有时候我真想回到过去呀 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就得想 想这辈子都跟你生活在一起 多好 如果你五年前跟我说出这句话 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跟你走的 我一直想说 可是我不敢说 我怕辜负了你 谢谢你今天在这儿 把我想听的话都说给我听了 我真的等这些话 等了好久好久 虽然是在这儿听到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洪子杰 我爱你 我知道还有一句话 你也等了很久 我爱你 我永远送你 好久好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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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孙朱李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进入 这个规矩改了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进入 反照之前的部署 各自行建 是 打开 这里的警卫工作 由我们齐连长及管了 你出去 我来是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的警卫工作 由我接受 会连累你吗 我会呢 没看见吗 你的好兄弟 现在升职了 对了 忘了跟你说声谢谢 多谢你在刘世飞面前 替我作证 不然有可能 今天被关在这儿了 会有我一个 我希望你别怪我爸爸 他一定是有苦衷的 怎么会呢 吴长官他大公无私 连对你都不肯 手下留情 对我有怀疑 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孙家干你听好了 我现在通知你两件事情 一 这是警卫工作 我接受 你的人可以留下 但是必须统一 听从我的指挥 否则我会视为抗命 把他们也扔进牢里 二 在育二时审问 必须光明正大 你的那些把戏 最好给我收起来 如果有什么需要 记得通知我 但是你没有太多 我相当于你 心中的周围 瞳瞳 否则你 阿桥 和我用尊重的 或是真心的 对你 温暖的 我靈魂唤醒在一起 患难与共感胆相应 用生命眷顾生命 用真情互动真情风雨中 我们顶天里的笑看谁是英雄 黑夜里温暖感动我们等待黎明 说你带我一起走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说你带我一起走 带我一起走 用一生心甘情愿 付出所有给凝结 凝结 说你带我一起走 一直到世界的尽头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好兄 你带我一起走 让雪色燃红热天空 我们是真心的英雄 带我一起走 想棘最后 回来